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技术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专句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在Google Collab中运行购源的代码程序 咱们众所周知 Google Collab是个非常不错的 用于学习的云计算平台 它很少用于生产环境 如果您要想把它用于生产环境的话 请使用Google的GCP 好咱们先少许 Google Collab既然这么好 那么咱们一般在开发时候都喜欢用它 编写咱们代码运行对不对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购源它并不支持 购源来自Google 结果的Collab并不支持 那么怎么让咱们在Google Collab中运行咱们购源的代码呢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不好 OK 今天支持点有两个D 在Google Collab中 我安装一个购源的编译器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这个购源的代码 嫌少许 马上开始 怎么安装 大家众所周知 咱们想在Google Collab中进行安装软件包的话 有多种方式 但是它支持apt的安装方式 那么当然咱们选择apt 像我一般用这个Ubuntu用的比较熟 对吧 那么安装软件包 像现在可能是用这个stop 但是我主要用的还是apt 我也比较喜欢apt 好不好 那咱们用它就可以安装上购源的安装包 我呢 先不安装 先怎样 咱们先执行一下 对不对 看一下 咱们在这个默认的Google Collab中 有没有购源 试一下 大家请看 并没有找到购源吗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Google Collab中 默认并没有购源 这个执行程序 怎么办 安装 马上安装 go 我还爱说购 对吧 所以说咱们今后好好学习购源 今后我还给你准备开这个购源 如何写这个外部程序等等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程序 我都会给你讲到 大家咱们一点点的学习吧 它现在安装的包 看来是1.10 是吧 前两天我在做教学的时候 好像是1.9 现在说1.10了 OK 安装完 现在应该是安装了 安装完之后怎么办 咱们直接go 先执行一下 没问题 对吧 然后咱们空格加个version 看一下咱们安装的版本 对吧 1.10.4 没问题吧 这个应该是当前的最新版本 然后怎么办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儿建了一个购源的代码 但是这个代码并不能够 大家注意看 并不能够直接点这运行 点这会报错 对吧 因为它是执行python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 咱们会用这个write file 咱们写一个购源的文件 然后就可以执行了 好不好 咱们就把这段代码文件 写到这个main.go里面去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go 写完 写完之后 咱们刷新一下 看 这个地方出来一个main.go 对不对 这个就刚刚咱们的文件 然后咱们就可以运行了 怎么运行 和咱们以前运行 其他购源的程序 完全的一样 go 空格run 空格 main.go 一挥车 大家请看 出来了 成功的执行了购源 非常的好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以后小马客舰 再给您讲 购源基础语法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不用我本地了 咱们也可以使用google collab 给您演示 完全的没有问题 我认为真的是非常的好 OK 这个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知识点了 咱们今天在google collab中 咱们安装了购源的代码的程序 并且成功的执行 希望对您学习购源 有所帮助 好不好 OK 今天的代码 非常的简单 我会把它共享到 我的Discope专区 有心理朋友呢 咱们一起讨论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 咱们在进行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